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EMPLUS的優仔攻防 歐洲國家盃四強,第一場球打了 西班牙淘汰法國隊 整場球的表現,西班牙是值得晉身到今屆的決賽 特別是亞馬,這位快要17歲 過幾天生日的年輕小將進入世界球 令他的名氣更加大 相反,雖然齊輝方面,利高威廉斯面對對方的官敵 在剛剛那一場的四強賽事沒有那麼搶鏡 但整體表現,奧朗各方面都很出色 西班牙要說,他們整班球在今屆賽事前沒有大牌的球星 但給他們的感覺很整體 在球員方面,團隊的打法和合作和默契做得很好 因為西班牙其實柏迪受傷 中堅的魯羅賀莫和右閘的卡華澤都停賽 已經換了三個 繼而這場賽事當中,無論後備下來的奧耶沙巴、美蓮奴、韋維恩等等 沒有影響到整班球的發揮 所以西班牙由分組賽到現在 表現是最值得入到今屆的決賽 至於法國隊方面,大家的焦點 安巴比或者麥巴比 好了一點,但都不能夠幫助法國隊 最終這一場賽事 略賢,迪金斯就過分保守 例如左閘的輝奧、蝦蘭迪斯 這些這麼有助功能的球員都沒有怎樣用 去到比賽的尾段最後才換入基奧特 亦都無保於是 所以這一場賽事,西班牙中場佔了幾大的優勢 恭喜西班牙,也可以說 很合理地進入今屆歐國的決賽 至於另一場的四場賽事 英格蘭對著就是荷蘭 英格蘭就... 我感覺上 在上一輪贏12碼之後 斑波的士氣各方面 信心會加強不少 薩卡 另外修夫基也沒有這麼執著 例如霍頓以往打左邊的位置 其實真的沒什麼了 近期也用去打右邊或者中間多一點的自由發揮 所以也有機會今場波會下場 這位正宗的英格蘭的左閘 對英格蘭仍然在這一刻 至於對手荷蘭方面 上場波對著土耳其打得很出色 以及進攻方面 當中敵比之外 加寶也很搶鏡 這位利物浦的進攻球員 在那場波裡面 看到荷蘭很放的時候 進攻很流暢 但是在那段時間 同樣對手土耳其的後防 都很亂 令到當時荷蘭的進攻 也比較容易 而做得好 所以總結這一場 這場的英格蘭對著荷蘭的賽事 我會預測英格蘭能夠淘汰荷蘭 進身今屆歐國杯的決賽 換言之 我預測會是今屆英格蘭的決賽 起碼是西班牙會對英格蘭 看看今晚雙方打幾碼 今早或昨晚長波不錯 西班牙對著法國也有些世界波 好看 希望英格蘭今晚對著荷蘭的賽事 會合演一場精彩的球賽給大家看 多謝大家 繼續支持我們 安波體育傳媒 下次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 請多謝大家 請多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